下面讲一下案第五 叫做不确定分析的盈亏平衡分析 这道题目特别好玩 这道题目也是听一听就可以了 这道比选择题还选择题的选择题 他这样讲的 某小型水利工程 他装进容量为两万千万 全年处于饥喝运行 若上网售价 他是0.35元每千瓦时 单位可变成本是0.15元千瓦时 销售税金及附加按照每千瓦时 0.06元六分钱 年固定成本为1800万元 总变动成本与发电量成正体关系 那么第一个要算他的盈亏平衡点 第二个再算一下 以生产能利用力计算的盈亏平衡点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要算他盈亏平衡点 盈亏平衡点 无非不就是 这个是利润吗 等于我的收入 乘以他的数量 减掉可变成本 乘以他的数量 而再减掉固定成本 再点一下税金 乘以他的数量 所以这个题目我在做的时候就是要求盈亏平衡点 就是B等于0 就是这个数量作为X 在本题当中 因为等下这个是万元 我就设他的盈亏平衡点 这时候他的发电量为X万千瓦时 好吧 我设他为一个X万千瓦时 这样单位就并且转换了 好 这时候他是有X万千瓦时 我们这会看 我的收入是0.35元 三毛五分之 乘以这么多多电 X万多电 这时候我算到的就是万元 再减掉我的单位可变成本是一毛四分之 乘以X万多电 再减掉他的固定成本是1800万元 再减掉他的税金是六分之 乘以X 这到底不做完了吗 我就可以求到X等于多少 求到X等多少 不就求到他的盈亏平衡点 对吧 这要求到这个盈亏平衡点 大概就是等于 一万两千万瓦时 这是他的第一问 第二问 求到这个盈亏平衡点 要来算一下 他的盈亏平衡点 这个一瓶 这个一瓶就是 我这时候 我这盈亏平衡点 是要生产这么多电 一年总共可以生产多少多电 一年 你这时候一年总共可以生产 两万千瓦 再乘以 一年有365天 对吧 一天有24小时 所以呢 你这个盈亏平衡点 百分率不就等于他 好顺便看 这个题目下的做法 本题的做法就是 第一个 他的盈亏和平衡点 盈亏平衡点 不要看他这个写的 啰里巴水 实际上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利润等于0 对吧 我的收入是 三毛五分钱 乘以X读点 X万读点 再减掉 我的 变动成本是 一毛四分钱 我的固定成本是 一千八百万元吧 一千八百万元 我的税金是六分钱 这是我卖了X万读点 不就这个公司吗 这个公司 那我们一下下一下下的话 那么这时候看 在左边就变成了 把这个一千八移到左 移到左边去 那么这就变成了 呃0.35x 减掉0.14x 减掉0.06x 等于一千八 X不就等于一千八 除以他吗 就算到他的电是 一万两千万千瓦时 好算完这个东西 我一年证明可以产生 多少电 我在当中 每小时可以产生 两万千瓦时 一天有二四小时 所以就可以产生 十八万千瓦时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一年就可以产生 呃四十八 所以三六 这么多千瓦时 而我这时候 盈亏平衡点是 一万两千千瓦时 就用一万两除以他 等于六十八点四九 好 这是关于这个东西 那么在当中呢 如果说 做个小科普 就是千瓦 实际上就是千瓦乘一小时 表示一小时 因为一千瓦有电 也就是一度电 这个单位的转换 就将来进行转换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盈亏平衡 在当中 就给大家说到这些 盈亏平衡说完 这下面看一下 我们的案例 这是我们看他简单的分析 他说 经济评价中所采用的数据 大多数有估算 测算 因此在有不确定性 在项目实际应用当中 用多种因素作用 会产生于原来预期不一致的情况 分析这些不确定因素 用经济效果应用的评价 考察经济效果 它的可怕性 称为不确定分析 不确定分析 包括两种 一种是盈亏平衡分析 第二种是敏感性分析 当然还有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就是概率分析 那么首先第一个 知识点一 盈亏平衡分析 又称为量本力分析法 适用于财务评价阶段 通过盈亏平衡点分析 项目的成本与收益 平衡关系种方法 通过各种不确定因素 比方说投资成本 销售数量产品的价格 顺目周期的变化 影响它的经济成果 当这些因素的变化 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 就会产生它的方案的曲折 盈亏平衡的分析 就是早出这种临界值 即不亏不赚的时候 也就是利润等于 这个盈亏平衡点 就是利润等于 对吧 这通过这个利润等于 说通水点就解放成 判断投资方 对不确定因素变化的承受能力 为决策提供依据 好再看知识点 盈亏平衡点BEP 可以用产品的产量 产品的价格 产品能力的利用率 产品变动成本 等等相关性表示 说穿了 就是那个公司 有八个字母 八个字母 让谁做一个未知数 就会分别来 什么产品的产量 产品的价格 生产利用率 来分别爱情表示 好 那么这个题目的解析 不跟解析 这个给他讲 自己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的案例5 案例5讲完之 先讲一下 案例6 案例6 不确定分析 敏感性分析 这道敏感性分析 基本上又是一道选择题 他这样讲的 某水电站 装机能量 为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你让看就看 不看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些已知条件 本题通通无用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说 知道选择题 这道题目 只要你看张表就会 在张中 只要看这张表 这个题目 他写了没写完整 我们再看他的问题 第一 计算不确定因素的 敏感性系数 给出最敏感的因素 第二 根据敏感性分析结果 进一步评价 该项目财务上 是否可行 这道题目 没写完 或者说这个题目 他再来写是有问题 他做什么 他给了我们三个指标 一个是内部收益 第二个是财务净限制 第三个是贷款偿还期 在这三个指标当中 按理说你要完整的算 三个指标 它的敏感性的影响 但我们这个题目 按照后面题目的答案来讲的话 这个题目他把这个题目 他实际上只算了什么 他只要已经计算 加上一个东西 计算什么东西 计算财务内部收益率 这个指标当中 谁是最敏感的 财务内部收益率 是对谁 是对投资的变化敏感 还是对有效电量 它的变化敏感 他没有你来算这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请大家把这两个 你把它算一下 好这第一个 第二个本题 它其实还是算错的 这个敏感性分析 其实这个东西 蛮简单的 要算这个敏感性分析 我只要算什么东西 我对财务内部收益率 算它的敏感性分析 我只要来看一下 它的变化情况 20% 对这个内部收益 它的变化值的影响 这时候在做的时候 我比方说 财务内部收益 如果投资发生变化 它会有什么变化 如果是有效电量 发生变化 这个内部收益率 有什么变化 这时候算到这个敏感性 这个数字最大的 就是它最敏感的 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前面讲过 在敏感性分析的时候 分值 分值分母 它在当中 你要有一个同一个维度 叫怎么样的同一个维度 我们在做的时候 比方说 我们这个投资的变化 投资的变化 这我们看 在基本方案当中 没有变化情况下 这个内部收益率 是9.49 内部收益率是9.49 就相当于在这当中 在这个位置 这个只是9.49 好 如果我的投资 变化了20% 我的内部收益率 就变成了7.38 我的投资变化了10% 我的内部收益率 就变成了8.35% 同样 我的有效电量 在当中 我这样说自己看一下 那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去做呢 我这时候要看 我是对投资敏感 还是对有效电量敏感 这时候你无论是 选20%还是20%都可以 但是要相同的指标 我们提不选了20% 我们就都选20% 都选20% 我们看如果他的投资额发生20% 我这上面值会发生多少 上面的值在当中去看 在正的20% 你这跟我画张图 正的20% 这个地方 你写个什么东西 这是7.38% 好 请注意 这个20%是怎么来的 这个20%不是20% 这个20%是根据 分母的20%是根据 20%减0 赢得到的 也就是等于这个终点 减掉他的起点 所以上面的数据 也要等终点减起点 终点是7.38 7.38% 起点是9.49% 你也要通过终点减起点 那么再除一个数 除以几呢 这时候是除以什么呢 除以他的起点 这他的起点是9.49% 这个地方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是 这是我们的投资变化百分价实 可以算到的敏感性 再看 我们的有效电量变化百分价实 有效电量变化百分价实 还是一样的 我们就选百分价实 这时候 在这当中是负的百分价实 这时候它是6.78 我们在做的时候 冷蓝是要干嘛 冷蓝在这当中 我 我在这当中 如果我是用负的百分之二十 减掉零 这边也要用6.78 减掉什么呢 减掉9.49 他除以什么呢 除以起点 起点是9.49 不要去除以6.78 除以6.78就算错了 这他敏感性分析在中 注意这种事项 好 看完之后 那么下面看 在本题当中 我们用一个项来算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种敏感性分析 他这种计算的话 计算的话 请大家算的时候 请大家跟我一样 画一个什么东西 画一个这个东西 计算他的小公司 这时候 他是我们是减起点的方法 这是我边的一个小公司 这样就不容易做错 或者大减小的方法 这样做 我们两种方法 但是在这种做的时候 你要给我画张图 要找到谁是起点 找到起点 找起点的目的 最终我等一下这个除这个百分率 这个百分率要什么 要是个起点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算到 这个敏感性分析 一个是等于负的1.117 一个是等于正的1.1278 教材写错了 教材当中把这个符号搞错了 这个应该是个正数 教材当中 证明这里面 它也是个正的20% 这样写就写错了 教材如果写这个正的20% 就写错了 我这时候用我这个东西 小的计算公司 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用我这种计算机 公司计算 你就不容易办法做错 我通过 我减起点的方法 本题的起点都是什么呢 都是他得 得把没有变化的时候 好 这是关于来算他的敏感性 我这时候算到这两个 敏感性系数之后 我们取绝对值大的 取绝对值大的 我们这水敏感的 这我就发现 我的电量的变化更敏感 好 这是这道题 我这道题它没做完 为什么会做完 因为我们在张表里 它总共有三页 它只算一页 这时候我把另外两页给你算一下 在另外两页当中 如果我们算财务进限值 财务进限值 如果它在当中 有正的20%的变化 这时候 这个值就得负的7.4 如果说财务进限值 有效电量它发生变化 就它等于8.89 同样也许更明白了 也是有效电量更明白 同样的 如果我通过算贷款偿还期的话 这种方法也是一样的 这就可以算到 这个贷款偿还期 这个挺到处的蛮好玩 两个数字竟然一样 都一样敏感 就没办法性评价 谁都敏感了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敏感性的分析 在这个敏感性分析上 就记住 我这边所编的一个小的 计算小模式 在做的时候 你要不容易做错的话 在这种做的时候 就是用什么东西 减这个数减起点 说完之后 那么这我们看 根据敏感性分析 进一步说明 该项目是否可行 这个我都不要怎么回答 我们看 根据敏感性分析 我们回发 他这样回答 水电站投资增加百分兆 财务内部收入率 将减少到百分七点三半 财务进限值 为负的九百五十六点六万元 这项目变成不可行 如果有效电量减少百分二十 财务内部收入率 将减少到百分六点七八 财务进限值为负的一千五百三七万元 财务也不可行 这时候综合敏感性分析 这个时候还要对到信心思路论证 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可考性的 好 那么这道题 我开始给大家讲了 这就是一道选择题 如果将这种敏感性分析 真正考案例会怎么考 这个请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水里水电出版社 第五十七页的案例 这道题到编的比较像案例题 是环环相扣 一问点一问的 在这个敏感性分析当中 教材的分析 我们简单看一下 敏感性分析投资项目 进行经济评价当中 常用的分析不确定方法 之一 从多个不确定因素当中 足以找到对投资项目 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 有影响的敏感因素 并分析测算对项目的经济效果 评价影响程度 从而判断到风险程度 在敏感性分析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在这个公式当中 ΔA除以A 为评价指标的变动比率 ΔF比上F为 不确定因素的变化率 如果FAF大于0 表示评价指标 与不确定因素同方向变化 如果小于0 反方向变化 这个没什么很大作用 关键是要记住这个结论 SAF的值越大 表示他越敏感 反值越不敏感 这个结论要知道 再来看一下 本题这种计算的过程 在本题计算过程当中 敏感性分析 对吧 我们这个是 不确定因素它的变化率 这是不确定因素指标的变动率 这时候一般来讲 像你算 这个不确定因素指标的变动率 不确定因素指标的变率 这是会做 做题目会做错 这个问题会做错 因为在这上中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用7.38 点9.49 这个都不会做错 关键是什么东西 关键在中会做错 就是什么东西 底下是除以7.38 还除以9.49 底下到底除以多少 请你们跟我一样画一张图 对吧 画一张图 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题目 都是什么东西 后面的剪前面的 在图当中 一般来讲都是剪7.9.9 所以这个题目的 这个9.4.97点 找到这个7点就好办 所以这个结果 这个是假设的7 这7.9 这条7.9除以什么 除以是起点 起点是9.49 所以他这个除以9.49 而不是除以7.38 这个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大家能够把它做错了 好 那么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前面给他说 这个数字他写错了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我们同样的 画张图就不进去 在图中是这样的 这个起点是9.49 这个是678 这是负的20% 对吧 那这个我们说 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永远都是 我可以用我们的 终点减7点 终点减7点 就是678 减949 除以这个数 永远都是除以什么 除以7.0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就除以949 好 这边除以949 那么这时候我看 在这当中 既然你的上面是 A点减C点 你的下面也要 就A点减C点 下面的A点 这个代分率 是负的20% 是吧 减中点是什么 减0 对吧 在这边 所以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请大家跟我一样 画张图 不同的文章 出错了 所以这个题目 最后他答案 这个也等于 正的5.478 这是一个小错误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 案例6 就该讲的 这个 案例6讲完之后 我这一问就是 完美要是 天马行动的答案 下一讲一下 案例7 风险团理 听过背景的模像 某G流水水轮站 它的发电量 和当年的奶水量 大小密切相关 而天然奶水量 是逐年发生水质变化 有定概率的 通过我们的水轮计算 并且考试 类似电站运行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 它的发电的效率 以及相关的概率 如图表 2-8 好 那如果该做一个电站 他投资需要 7600万元 当年投资 当年进行收益 为了简化计算 这一步 假设投资发在年初 运行费用和效率 发生在原末 每年的运行费 是100万元 工程预计 可以使用20元 社会折现 取百分之上 取相当的利率 那之后他的问题 第一个 通过该工程进行概率分析 计算 进限值的期望值 和进限值大于 或者等于你的累积概率 第二个 计算进限值的方差 又变成数学题目 首先看第一问 第一问 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进限值 进限值就是NPV NPV是统计 从第0年开始 它的收入和支出 进行累加 好 再看什么叫做进限值 它的期望值 期望值就是在本题当中 它有五个概率 五个概率 我可以算到五个NPV 算到五个NPV 将这五个NPV 乘以它相应的概率 进相加 就可以到它的期望值 好 所以这个题目 我在做的时候 第一件事 我要算这五个NPV 首先NPV800 在发电效率在800万元 那么它的进限值多少 它进限值 这时候NPV800 居然等于 它的收入 在减掉它的支出 对吧 那么这时候 把它累积到什么东西 累积到我们的第0点 累积到这种初值 那么我看 本题的支出很简单 本题的支出就是它的投入 投入是7600万元 不要进行折现 它就算它第0点 好 本题的收入多少 本题的收入 每年的收入是800万元 那么每年的运营管理费用 是100万元 所以每年的收入是700万元 每年的收入是700万元 那么每年都700万元 我连续收入20年 每年都是700万 每年都是700万 那么这时候 连续20年这种收入 那么这时候把它进行折现 把它进行折现 那么这个折现很简单 就是以之A求P 对吧 以之A求P 那么这时候 用700乘以以之A求P 利率是百分之上 20年 所以这个时候 就正好将它折现 因为它当年投入 当年就收入 正好可以把它折现到 这个P 就直接把它折到P0 折到P0 这个题目就不要做 任何这种加工了 这就直接用收入减持出 这就可以得到NPV800 它的在年发电量为800 它的NPV 同样的NPV1100也是一样的 也就等于NPV1100 它的收入就等于多少 收入1100 减掉运营费用 100块100万 就等于1000 1000又是以之P成人 这个系数完全一样 再减掉它相应的什么呢 它的投入 好 这是NPV1100 以下的如法跑之下 我不算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算到 这个题目 它的净现值 五个净现值 那这样五个净现值 乘以它发生的概率 不就得到 它净现值的期望值吗 所以我们看 整个计算过程 那么整个计算过程 首先NPV800 等于真正它的实际收入 是700 每年有700万收入 把它通过A求P 就再减掉 年初的投入 7600 因为这时候 我是要求NPV NPV等一下 这个时间节点 是从零开始了 所以等一下 这个7600 不要把它折现过程 好 这就可以算到 它是等于 负的2300 同样的 我的NPV 我的收入 是1100万的话 这我就可以算 它的NPV 等于负的130 同样的 年收入 1210的话 这时候我就算到 NPV等于690 如果说 年收入是 1320万的话 我的NPV就等于1500万 如果我的收入是1500万 它的NPV就等于2800万 好 算完这个东西之后 不同概率 NPV 我们全部算完这 算完这 我们要算它的期望值 它的期望值 就用 当这个NPV 这个值 乘以它的概率 乘以它的概率的话 我们就等于 负的2300 乘以0.1 加上130 乘以0.25 加上690 乘以0.3 加上1500 乘以0.25 加上2800 乘以0.1 最后就可以算到 我的期望值 就等于600万左右 601.45万元 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到 它的期望值 这是一种做法 当然这个题目呢 当然这个题目 也可以怎么做呢 也可以直接 直接把它进行 足够相加做也可以啊 这种方法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我就不做了 好 两种方法 答案都是一样的 好 这第一步 第二步 再算一下 进限值大于 或者等于0的累积概率 这个很简单 就是看 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负水 这是一个负水 这是两个小的概率 它们的概率 一个是0.1 一个是0.25 所以它们的累积概率 这个是 进限值是600 600是大于0的 所以小于 或者等于累积概率 就等于0.1 加上0.25 就等于0.35 所以进限值 小于或者等于 概率是0.35 那么大于或者等于 它们概率就是 1-0.35 就是0.65 也就是65% 那么该项目 这个指标 已经对比 该项目的进限值 大于或者等于 累积概率 65% 抗风险能力 不是很强 好 这是它的第一位 第二位 计算进限值的方差 给出抵抗风险能力的结论 这个题目的考试是肯定不会去考的 还来算方差 算方差的话 在当中我就做什么了 用我这个值 这个减掉它的期望值 我用我这个值减掉它期望值 再去求平方 再去乘以它的权重 那么这时候再进行开根号 那么当然这个里面 你们的教材算错了 这我用计算机来算一下 是这样一个结果 你们教材在当中 它算是算错的 所以这个指导下 有这么一回事就这样 可考性几乎无理 顺便知道什么叫方差 所谓的方差就是 用这个数的值 减掉平均数的平方 再全部进行相加开根号 但这边有个风险 不要忘记成个权重 就多个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了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一问点到为止 不需要深入的研究 好 看完之后 我们看教材的分析 概率分析是用概率密测分析 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 对经济效果评价 一种定量的分析方法 其实质式研究和计算 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范围 以及在范围里出现的概率和期望值 概率分析常用于对 大中型重要若干项目评价和决策之中 通过计算项目的目标值 如进线值 它的期望值以及方差 来测定它的风险大小 为投资者基金决策的依据 我再看本条种计算的过程 计算过程 我这个题目有五种概率 有五种它的收益 这我就要算五种净限值 这五种净限值 都是等于我的收益 减掉我的运营成本 然后再加上进行折现 折外限之后 这就是我们的收入的折现值 再减掉我们投入的折现值 对吧 好 这时候有五种净 五种净法算一下 算完之后 把这五种净乘以它的权重 也就是它的概率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恩批为 好 这是关于这个题目 这个计算就给大家讲了 前面给大家讲了 好 这是我们的风险 我们先讲一下案例吧 水泥建设项目 经济评价 这道题目基本上就到选择题 题目背景这样讲的 某生产加工工厂 现有生产工具发生改变 年需水量增加了1200万方 水价根据市场预测 是0.34元每方 根据现有的资料行为分析 有三种替代方案可供选择 反应是在项目附近 修建水库 进行饮水 第二 就是跨流进行吊水 类似于蓝水被吊 第三 修建一个污水回收处理系统 进行水资源再利用 每个方案 它建设期都是一年 建设期一年 好 那么 那项目它的投资是看清楚来 它说的是起初一世性投资 你说投资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起初一世性投资 各方案投资和年寻费用 建表 2-10 我们来看 我们的第一个方案 修建水 修建水库的话 它的投资是在第一年的年初进行投资 对吧 那么这时候呢 这时候是在低年的年初进行投资 那么年寻费180万 每年要花掉180万 这是180万 那么再看我们的圆圈 我们修建吊水工程 比方说南水北吊 它投资是低年的年初 投资3200万 年寻费150万元 我修建污水回收处理系统 投资1400万元 年寻费190万元 好 看完这 我们再看 假设基准投资回收期为10年 行业的基准收益率为8% 项目运行期度为15年 好 看它的问题 它的问题 采用静态投资回收期 选择最优法 第二个 绘制最优的现金预样图 并计算财务净限值FNPV 判断该犯是否可行 就算结果保管养费小数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简单看它怎么做的 第一个 我们要算它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静态投资回收期去看 这个题目的工程效率有多少 工程效率在当中 是每年408万元 那么这时候呢 我修建水库 我的投资是1900万元 我每年的运行费用是180万元 这时候我的回收期 就是用1900除以408 减掉180 8.33年 同样 南水北调 我就用它的投资 去除以这个数字 就等12年左右 我如果修建污水处理的话 那么它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就是6年左右 所以在这当中 投资回收期 在当中 越短 我们越认为越优 所以三个题目的方案当中 我们认为 修建污水 回收处理系统 方案最优 但该方还要进一步进行验证 进一步验证 我要算它的FNPV 首先绘制最优方案的现金领样图 绘制它的现金领样图 它的现金领样图就是 首先我年初投资了1400万元 年初投资1400万元 我这在当中你们的答案写错了 我这种教材刊物了 教材刊物的话 这时候按照这个答案进行写 在年初在当中 我投资1400万 而不在这边投资1400万 那我有收益的话 我的建设期是一年 是吧 这时候我的运营期从第二年年末才开始有收益的 我运营期从第二年开始 但是我有收益 从第二年年末还进行收益 那么呢 我的运营期是15年 所以呢 我的收益居然是这么多 计算期的第二年到第16年 就是我们的运营期 总共15年 好 这个时候我要求它的FNPV 我要求它的SFNPV 那么在我们看 在这当中就相当于知道了A 我要求P 根据我们的潜规则 这个只能算到 这时候我的A始于我们的第二年年末 求的这个P只能算到第一年的年末 还要进行二次折现 所以等一下要求我的收益 把它进行二次折现 我的收益等于多少呢 我的收益就相当于知道A来求P 那这我的A是多少 我每年我的收益是408万元 减掉19 所以我的收益就是400年到 这个A就是400年到 减掉19 那么这时候呢 我就是等于以之A求P 408 减掉19 那么以之A求P 对吧 那么它的利率是80% 这时候我是15年 好 这时候呢 这时候就把这个收益 把它折现到了我们这个A这个节点 那么这我还要进行二次折现 二次折现 这就相当是知道了F 要求P 利率仍然是80% 这折现值了多久呢 折一年 对吧 这边折一年 好 这是我的收益 要求FMPV 要求FMPV的话 那么这我还要知道我的投入 我这个投入 再当是负的1400 这个负的1400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负的1400 就在递零 递零这个节点 所以这时候我的FMPV 就来等于这个数 再加上 那么负的1400 这时候不需要乘以任何数字了 这样的话 我的FMPV就来等于这个数字 而我们教材的语言文是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有问题的 好 最后它的结果就来等于 你看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 以之A求P 以之A求P 这这个以之A求P 只是折算到了 我们的一这个节点 一这个节点 还要进二次折线 二次折线 就是一加上8% 进二次折线 再减掉我的投入 这我的FMPV就等于327.75元 这是教材修定的 因为FMPV大于0 所以该翻 财务上是可行的 好 看完之后 我们看本题的分析 投资方案的逼选 是寻求合理的经济和技术角色 必要的手段 替代方案应该具有可比性 其中互测的方案比选 应该根据方案的市民周期 是否一致 才有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好 那么它的答案就是 第一个 我的工程收益 是等于1200乘以0.34 那么它的收益是408万元 那么这要求它的静态投资回收期 我说这是一道选择题 我们修建随后的方案 它的投入 去除以它的收益 减掉它的年运费 这样就等于8年左右 这是我们修建水库 如果我们进行南水北调的话 这就等于142年左右 如果我通过污水处理的话 就是6年左右 这时候就要选择 投资回收期 越短 我们就会越异 选择时间最短的 选择后 使用时间最短的 还要进行进一步分析 进一步分析 要求这个FMPV 这个FMPV 将来算 它算错的 对吧 等下我们 我们等下去算的时候 再这样做 这个就不要再折现了 因为这个东西 它说的很技术 在低延的年出 进行投资的 所以在这一块 这个一些事 就不需要去折现 好 这是这道题 我们给大家说到这边了 我们先讲一下 案例10 水利工程设计方案优化 提供背景这样的 某水利管理部门 为了防止某核段 单一 原历程的低基的低升 出现渗透破坏 以及减少渗透变形 你打算对不同的 ABCD四个防胜方案进行比较 其中 A方案是 泼面的防胜膜 与黏土防胜墙相结合 B方案是防胜膜 与斜向 铺硕相结合 C方案是防胜膜 与混凝土防胜墙相结合 D方案是防胜膜 与高喷灌浆防胜墙相结合 那么 那么 经专家匹 从四个功能 F1 F2 F3 F4 分别对各发音基因比较 那么根据造价的估算 ABCD四个方案 分别是 大概7000万 8000万 9000万 6000万 ABCD四个方案当中 F1的优劣排序是 BACD F2的优劣排序是 分别是 ACDB F3的优劣排序是 分别是CBAD F4的优劣排序分别是 ABCD 这段话说算废话 为什么说算废话呢 因为这段话是根据这张表白的 比方说我们看 F4它的优劣排序 A最高 分最高 B次值 C第三 D第四 所以它的优劣排序是ABCD F3的优劣排序是 CBAD F3我们看 分数最高是C 再是B 再是A 再是D 所以我说 这段话是白写的这段话 那我们看 专家对方案的功能打分及方案造价情况 如这张表 好 看完这份证 它的第一个问题来了 第一个 对四个功能 之间它的重要性的关机排序 结果我们会发现 F3大于F1 大于F4 大于F4 请用01评分法算功能的权重 好 这是它第一位 第二 我们再来看一下 根据刚才离品法算到它的权重 再来给它 四个方案 它的价值指数 这种价值指数 我们知道 这是V等于F除以C 对吧 等于功能指数 除以C 它的成本指数 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要求它的功能指数 我要求它的功能指数 我知道它的功能得分 我要知道它的功能得分的话 这是它功能得分 这个功能得分在这中 还要针对它的权重来进行计算 所以我首先要来算它的权重 所以这是它第二位 这样说 要算它这种功能的指数 这个成本指数应该比较简单 为什么成本指数比较简单 因为你这条件 告诉我们了 在这当中 ABCD分别是7000万 8000万 9000万 6000万 所以呢 它要算它的成本指数 无非就不是把这7000 加8000 加9000 加上6000 算一下这个核吗 对吧 那么这A的成本指数 就7000万 除以这个核 A的成本指数 7000万 除以这个核就可以了 B的成本指数 就是我们的8000万 除以这个核就可以了 那么这算到了成本指数 算到了那个功能指数 就可以算到我们的价值指数 好 这是它的第二位 再看它第三位 那么这第三位 要我们重新算过一下 以用零四平方法 算一下它的权重 好 所以这一位呢 跟这个第二位没有关系 只是把刚才这张表 重新算过一遍 好 下面我们看 我们现在给大家一起来算一下 我这条题目给大家前面讲过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能不能把它做出来了 那么首先我们看 用零一平法 算它的权重 零一平法 首先将这行款三个 把它打个唱 因为自己不会跟自己比较 那么这零一平法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来进行比较 F3 大于F1 大于F4 大于F4 逐向性比较 那么在零一平分法当中 我也再给大家讲一种新的方法 这种方法前面讲过一种类似的 我在零四平方法讲 零一没有讲 我也可以通过高高在上 滴滴在下 怎么高高在上 最高的是F3 F1 F2 F4 那么这时候呢 它的高高在上 它的滴滴在下 不要画三成 直接是从上到下 排个序就好了 好 那么这我们看 首先 F1跟F1 F1比F2要高 所以它得一分 F1比F3要矮 它得零分 F1比F4要高 它得一分 所以综合得分 得一样 再看F1 F2比F1要矮 不得分 比F3要矮 没有分 比F4要高 得一分 那么再看F3 F3在金池塔的顶尖 得跟随去比 它都高高在上 所以它永远都是一分 同样看F4 F4跟随去比 它都跌跌在下 它都是得零分 对吧 好 最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F1的总分是两分 F2的总分是一分 F3的总分是三分 F4它的总分是零分 因为这边有个零分 你要不好做 最后进行修正 把它全部加个一 修正得分 那么它就三分 两分 四分 还有一分 总得分就是十分 那么这它的权重 就分别是零点三 零点二 还有零点四 再一个零点一 这是第一问 我们把它做完 第一问做完之后 大家看第二问 第二问要求我们 通过离平法 算出ABCD 四个方案的价值指数 要算它的价值指数 首先要算它的功能指数 要算它的功能指数 要首先算它的功能得分 那么它的功能得分 它在这种中我们看 它这个权重分别是 A 这时候F1 F3 F4的权重分别是 R3 R11 这么看 它的得分 而它的得分 它在这种分别是 9分 10分 8分 还有10分 这时候不能把 这些情形相加 它的功能得分 这种看 A它的功能得分 应该点多少 A的功能得分 应该等于 A9分 乘以它的权重 F1的权重是03 F2的权重是01 F2的权重是02 F1的权重0302 F3的权重是04 F4的权重它是01 对吧 我用9乘0.3 加10乘0.2 加上8乘0.10 再加上10乘0.1 就可以得到 方案A 它的得分 这个得分算一下 它等于8.9分 同样 B它的功能得分 B功能得分 不是10分 加7分 加9分 加9分 它的得分是要 称习它的权重 它的权重 冷藍式 这边是0.3 跟这是完全一样 0.2 0.4 0.1 最后把它相乘相加 最后它就得8.9分 它的功能得分 也是8.9分 再看C的功能得分 就是8乘0.3 9乘0.2 10乘0.4 还有这个8乘0.1 那我把相乘相加 最后它得分是9分 9.0分 好 第一如法炮制下 第一最后得分是7.2分 所以各功能 实际上加权之后得分 分别是8.9分 8.9分 9分和7.2分 这是它的功能得分 功能得分之后 我要算它的功能指数 功能指数就等于 它的功能得分 除以它们的Sigma相加 它的和 也就是说 这时候A的功能指数 就还等于8.9分 除以8.9 加8.9 加9分 再加7.2分 这就是A的功能指数 A的功能指数算到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如法炮制算B C D 这三个它的功能指数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在我们价值工程当中 我先算到这种功能指数 这个字母F我就搞定了 这个字母C就更好搞定 这三个方案分别是 7000万 8000万 9000万 6000万 所以呢 所以呢 A它的成本诸咒 就还等于7000万 除以7000万 加上8000万 加上9000万 加上6000万 这不就是A 它的成本诸咒 B的成本诸咒 就用这个8000万 除以一样的 对吧 这样呢 它的成本诸咒 这算好成本诸咒 我用功能指 算个功能指数 除以它成本指数 就不得到 只得到它的价值指数 所以这是它的第二问 好 第二问 就给它简单说到这点 先看它第三问 第三问 这时候要用零四评分法 再给它进行评分 在零四评分法当中 它这样的 这个挺不得 这个用零四评分法 我们前面给它讲过 这是我们用的方法 就是高高在上 低低在下 对吧 零四评分法先画三成 因为它存在一个高高在上 存在一个低低在下 好 首先我们看 F1比F2重要的多 是F1比F2重要的多 F1不是比F2重要 是比它重要 还要重要的多 所以F1高高在上 F2滴滴在下 再看 F1和F3同等重要 所以F1和F3它是并列的 再看 F4比F1重要 F4比F1重要 只是重要 没有重要的多 所以只要往上 只要比它高一个级别 就可以了 不需要高高在上 只要比它高就可以了 所以F4比F1重要 所以F4应该画在这个地方 比它高就可以了 不需要画在高高在上这个位置 不要画在这个地方 它只是高 只有一个高 没有两个高 对吧 好 看完这东西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在这当中 我们的零四评法 这四个参数 它的成绩图是这样的 下面来进行计算一下 首先F1和F2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得四分 F1和F2 它就比它得四分 那么这时候我们说 乘双乘对来配色 它得四分 这时候在这当中 以这条为中心线 那么这时候 F2和F2就比它得零分 好再看F1跟F3去比 F1跟F3平起平坐 所以它得两分 一跟三得两分 三跟一去比 也是得两分 再看F1跟F4去比 它在当中 F4只比它高 不是高高在上 只比它重要 比它重要的话 那么这一跟四去比 一它能够得一分 那么这时候四跟一去比 那么这它就可以得三分 这叫做高高在上 滴滴在下 而且乘双乘对 把它配掉去 好 这个时候 F1我们就做完了 F1做完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下 我们再来做一下F1 F2我们看 它跟F1去比 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么F2它跟F3去比 F2跟F3去比 那么它是滴滴在下 滴滴在下 那么这后它没有分 反之F3跟F2去比 高高在上 它得四分 再看F2跟F4去比 F2跟F4去比 原来它不但是滴滴在下 而且滴滴滴在下 滴滴在下都得了零分 还比如说三个低 那么这时候它更是零分 所以F2跟F4去比 它得了零分 反之F4跟F2去比 不但是高高在上 是高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都得四分 比如说三个高 对吧 这它肯定是 F4跟F2去比 它可能得四分 好这时候F2我们就写完了 再看F3跟F4 F3跟F4去比 它比它低 比它低 不是滴滴 只是比它低 比它低 这它可以得一分 反之F4跟F3去比 它比它高 高的话 这它得三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算到 那个它的零四平 算完 那么这我们看 F1它的总得分 就是七分 F2它的总得分 就是零分 那么这时候F3 它的总得分 就是七分 F4它的总得分 就是零分 一般来讲 零四平法 它的得分 但不会产生这种零分 但这种产生零分 产生零分 你再进行修正 对吧 再进行修正的话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它是八分 这个权重 这是一分 这是八分 这是十一分 然后再把它进行相加 相加之后再去除 就得到权重 在这样中 很多遗憾 我们的教材又写错了 我们教材这个零四平法 这个答案意识错了 这以我这个答案为总 好 看完之后 我们看 快速用一个Self给亚算一遍 用一个Self给亚算一遍 首先用零一平法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它的得分分别是 零三零二零四零一 然后呢 再看第二个 要算它的 价值指数 要算它的价值指数 先要算它的功能指数 要算它的功能指数 先要算它的功能得分 要算它的功能得分 要算它的功能权重 这它的功能权重 前面也说分别是零三零二零四零一 这就分别用它的得分 乘以它的功能权重 这时候就可以得到 它的功能得分 对吧 用九乘零三 十乘以零二 还有八乘以零四 还有十乘以零一 就可以得到 A方案的功能得分 可以算到 BCD 它的功能得分 算到了 ABCD 它的功能得分之后 就可以得到 各方案的总得分是三四分 各方案的总得分是三四分 所以呢 我们看 我们方案A的功能指数 就来等于 8.9除了它总得分 它的功能指数是 02618 方案B的功能指数 也是02618 C的功能指数 2617 D的功能指数是 2118 好 算好了 ABCD的功能指数之后 那么再我们看一下 成本指数 这个成本指数就很简单 之后它的总成本是 7000万 加上8000万 加上9000万 加上6000万 等于 等于三个多亿 对吧 等于3.1个亿 我说 A的成本指数 7000万 除以3.1个亿 等于 020404 BCD 如法投资 算好了 我们的功能指数 算好了成本指数 这时候就可以算到 它的价值指数 价值指数 就等于 功能指数 除以它的成本指数 我说 它的功能指数 前面给它算了 这个是功能指数 这是功能指数 这是成本指数 对吧 好 算好之后 那么这就用功能指数 R618 A的功能指数 除以A的成本指数 这就可以到 A的价值指数 那么 如法跑之下 BCD 剩余的价值指数 你把它算出来 好 这到第二五 再看它第三 第三问 第三问是通过 零四平衡法 零四平衡法 我前面给它讲过 两种方法 一种是成双 成对配颜色 还总就是通过 高高在上 滴滴在下 就很快 给它算出来 好 这一问我就不敢 再重新来 再续说 前面已经续说得很清楚了 好 看完之后 做完之后 先看一下教材的分析 教材分析是这样的 它说 本案里考核了两个指数 第一 是功能指数 第二 是价值指数 功能指数 要来算它的权重 权重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 零一品衡法 按照各功能重要性 一对比打分 重要得一分 相对不重要打零分 自己跟自己 不比较 不得分 用刹来表示 四个功能 这些关系 它排序是 三大于一 大于二 大于四 因此可以得到 对比来进打分 为了避免 不重要的功能 得零分 将各功能 进行修正 修正的方法就是 最终得分 全部加个一分 进行修正 用修正后的总分 分别去除以各功能 累计得分 既得到功能的重要系数 好 第二个 我们的价值指数 价值指数 V等于F除以C F是功能指数 C是成本指数 价值指数越大 这时候该方案来说 该方案越机优 这时候 如果为优化感情目的 该分析对象 这时候它排序 越排厚 好 这个了解一下 看完之后 下面看 它说它的做法 它的做法 这个答案是没有 这个答案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算完之后 算到ABCD各个方案的得分 算各个方案得分之后 再算它的功能指数 这时候再算它的价格指数 算完成本指数之后 我们这就算它的价值指数 这个前面给大家讲 不再产生了 然后呢 然后 在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教材 这一部分它写错了 它这边 这是F2跟F3 他们去评价 F2跟F3 它的关系是 它的关系应该是我 我应该是这样 一比三 应该是零比四样的关系 而不是一分三根的关系 因为它这个写错 就造成这个表格 它也算错了 要造成你们这个表格 就是完全算错了 这个正确答案三张 我刚才讲的答案 就给它去讲 好 这是我们的案例史 来讲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